我女儿三岁了 发音仍然不正 真是担心她会被人笑 小朋友四至五岁之前 仍然是学习着掌握不同的发音 所以有一些发音不准 是语言发展过程里面的过渡现象 小朋友通常都要到五六岁 语音发展才达到成人的水平 所以家长不用太担心 取笑、批评和太刻意纠正她的发音 都会影响她说话的信心 家长只要明白她想说些什么 再用正确的发音去重复她想说的字 但千万不要要她立刻跟着你再说一次 以免影响她说话的兴趣 如果小朋友已经四岁 你还是听不明白她说什么 或者担心她有很多发音不正 那就要去请教医生 或者言语治疗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